清鮮的东兴斑块以番茄蛋白等勾芡 名为珊瑚绘东兴斑 这是柑橘蜜烧额半支月1700多台币 还有西班牙黑豚肉叉烧1100多一份 点心方面有鲍鱼和流酥208元 还有常见的虾饺 咸水饺等 在香港故宫四楼有270度围港景的中餐厅 午餐吃点心等 人均消费约1000台币 晚餐大约要2000元 不过最近有大陆游客在网上贴文子 只吃了一份58港元的樱花虾肠粉 买单却出现28元的前菜 23元的茶水费 以及加一服务费 总数要120元 约480元台币 认为这坑人及隐藏收费也太多 不过不少网友则回应指 人家都有明确写上 只是他点太少才觉得附加费多 当然香港生活指数高也真的吓怕有课 香港这个地儿真的一点都不适合去 第一次起步假就27 我从机场打到尖沙嘴 280香港消费者委员会也提醒 如果餐厅收取没标明的加一 或是隐藏费用都是违规的 以上是祝香港记者李锦华的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